至于极乐世界这一段事情呢? 那我就问你,你信佛? 第一个条件,你相不相信佛会骗人。 那佛要不骗人的话,那他讲极乐世界就是真的,我就可以相信。 如果你说佛说话也未必可靠,那问题就来了。 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很清楚,如来是真于者,识于者。 如于者,不易于者,不狂于者,这讲得清清楚楚。 佛菩萨为什么骗你? 凡是骗人,都有歧途,都有目的。 佛菩萨对你有什么歧途? 他想要你什么? 他对你什么?没有啊。 如果是完全没有,那欺骗,那这个人神经有问题。 释迦摩尼佛一身讲经说法,留下来这么多东西。 你看到这里面,是个神经不正常的人吗? 他能做得出来吗? 所以从这个点上,我们对佛,我们对老师要建立信心。 佛给我们讲,我们的烦恼无量无边。 烦恼有根,根本烦恼。 根本烦恼,六个。 这六个烦恼一展开就是无量无边的烦恼。 六个,第一个是贪。 第二个是臣,第三个是吃。 贪臣吃叫三土,根之根。 这个后面呢,傲慢,傲慢。 下面就是义。 所以义是根本烦恼啊。 断义才能生性啊。 那我们相信,诸佛、菩萨绝不骗人。 不会骗人。 可是你要晓得,现在出家在家的佛教徒会骗人。 他们不是佛,他们也不是菩萨。 披着佛菩萨的外衣啊,就骗人。 骗什么呢? 他有企图啊。 骗明文利养。 希望你恭敬他。 希望你赚的钱好好的去供养他。 目的在此地嘛。 所以他有目的的嘛。 这个我们要小心谨慎。 啊。 所以我的老师,黎明南老巨师。 啊。 介绍我。 学佛要跟应光大师去。 啊。 你们想想为什么呢? 应光大师不骗人。 啊。 啊。 郑光大师一生不收出家土地。 不给人提督。 啊。 一生不见寺庙。 啊。 一生没有给人画鬼缘。 啊。 啊。 那么这些都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。 一生不穿戒。 这个都是大慈大悲。 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好啊。 出家人还有自私自利。 还有明文利养。 还贪图五语六成享受。 啊。 还有贪嗔吃慢。 啊。 不但是戒律不能持。 连这个施善都做不到。 啊。 那这样是。 替一个就送一个到阿比地狱去。 所以说。 地狱门前僧道都啊。 这个话是真的。 不是假的。 老和尚于心不忍。 所以他不干这个事情。 啊。 啊。 你是建庙。 很多人出家。 啊。 他拜你做司徒出庙。 他他为什么出家的。 想占庙产啊。 他为这个来的啊。 那不是真的跟你说佛法的。 你庙开得越大啊。 那个口水就流得越多啊。 啊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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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在现在这个社会的时候呢。 这是曲阴光大师。 故事啊。 已经将近有半个多世纪了。 啊。 啊。 我们在现前社会看到了。 啊。 才晓得他老人家真正是大慈大悲。 我们要学。 啊。 出家。 就要把一切都放下。 一切都写起掉。 啊。 自己日常生活。 甚至于红发立身。 随便。 啊。 决定没有自己的执着。 啊。 我要想怎样做怎样做。 那你别找麻烦吧。 啊。 大家这么做都好。 一切都好。 没有一样不好。 你自己心底才能保持清净。 啊。 才永远保持清净心平等心。 啊。 由清净平等。 自然对人就会诚诚恳恳。 老老实实。 啊。 三规五界实现肯定可以做到啊。 不难啊。 啊。 难都是难在自私自利。 难在贪嗔痴慢。 啊。 这些东西放不下。 这就难了。 啊。 所以我们自己如果是对西方极乐世界还半信半疑。 自己决定不能往生。 啊。 因为。 偶叶大师。 你看在药节里面。 讲得了个话。 我们要相信。 啊。 很多人都知道啊。 映光大师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师至菩萨在来的。 这个这个全集里头都有记载。 啊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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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说。 即使是古佛再来。 给弥陀金做一个注解。 也不能超过其上。 这赞叹到顶头了。 啊。 啊。 偶叶大师。 我说告诉我们。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。 啊。 能不能往生。 决定在信愿之有。 换句话是。 你真肯信。 真相信。 一点怀疑都没有。 真正希望去。 真正希望去。 这个条件就是,就是,就是,就是了。 你就肯定能往生啊。 啊。 平位高下了。 在念佛功夫的身前。 啊。 你念佛功夫深。 你往生平位高。 啊。 念佛的功夫前。 平位就低。 啊。 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。 所以他讲信,讲六个信。 第一个信自己。 啊。 如果你真的把佛法能够稍稍欺辱一些呢。 你这个信心就会建立,就没有问题。 为什么? 西方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? 我自己心里都变现的。 这是佛在大乘经教里讲的很多啊。 啊。 啊。 宇宙之间一切法。 啊。 包括我们的世界。 包括极乐世界。 包括华藏世界。 通通都一样。 为心所现,为时所变。 啊。 这是把个根本的原理给我们说出来了。 啊。 心先是变。 谁的心先? 自己的心。 自己的心。 啊。 你们这个这个这个。 这个这个。 常常参加三十七年。 你看中风禅思在三十七年的开始。 那讲得多好呢? 啊。 啊。 阿弥陀佛就是我的心。 新鲜的。 啊。 新鲜在佛途径。 啊。 啊。 所以我们讲经也常讲啊。 极乐跟我们这里有没有差别? 一丝毫差别都没有。 啊。 完全相同。 啊。 那为什么极乐清净我们这里然无呢? 我们的心然无。 整个环境都然无。 我们心要清净呢? 整个环境都清净。 啊。 为什么呢?